好,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下蔡少芬,芬姐 我被一張照片吸引了我 因為她的表情很憎怒 看到其實世上只有媽媽好 不過她的兒子嫌棄她 搞到這樣了 可能她也很不開心 所以她做了這麼憎怒的樣子 另外會說一下袁偉豪 人青就... 對,經常提起軟飯軟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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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 不是想這樣說的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每次都說 袁偉豪哪算軟飯 她都TVB男一小生 不過她的女兒有錢的意思 真的 你不介意就無敵 不過她原來很介意 她甚至說以後都不回應網民 還說到自己有抑鬱症 我看到她的分享 我感覺上她的人是很辛苦的 別人很簡單一句話 她是跳祭的人 你聽到這些 如果她不是... 她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已經是 有一個很有錢的老婆 如果她不是這樣 你還要養家那種藝園 我想你真的抑鬱症 抑鬱到頭都爆了 不知道她會不會聽 也不用留言 跟大家研究一下 因為不只有她一個人是這樣 那些是敏感型人格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 剛才有沒有說過 再給都可以 不要按兩次就沒了我讚好 按一次就可以了 先說一下蔡紹芬 蔡紹芬被兒子嫌棄 說她這個人很嘔心 我也曾經有這個感覺 不是說對著蔡紹芬 而是對著她的老母 究竟什麼事呢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兒子去到某些年紀 就會覺得她媽媽很嘔心 是的 我媽媽可能在聽 有啊 好了 她說 因為為了演戲 不打毛痛分娩 不打毛痛分娩 打針 叫生兒子出來很偉大 痛啊 怎知道 用嘴子餵兒子吃東西 兒子嫌棄她 只有三歲就認識了 說你很噁心 這麼淒涼 其實近來她在成風破浪的姐姐 2023那裡 有很多東西玩 又跳舞又唱歌那些 很多都是老母來的 那套東西 到底是姐姐嘛 好了 說起BB經 這個女生就說自己 用了36個小時 才能把BB出來 沒有膽子 無痛分娩 那Ada 一聽就說 你很厲害啊 她說 我知道你這樣 我要感受 她是做演員 想拿鏡子 感覺是怎樣的 演戲的時候 就可以演出來了 這樣 哦 是不是她啊 這裏寫的 蔡少芬為演戲不打 無痛分娩 是不是蔡少芬 但是這裏內文 又是另一個女人 可能 又是另一個女明星 可能 那些報紙 挖重取寵 壞她 都未頂了 好了 說兒子怎樣嫌棄她呢 他說 他三歲的兒子 叫張樂儀 他平時吃東西 他說我餵他 他也吃的 有一天 他看到爸爸吃香蕉 爸爸餵他 然後放在嘴裡 他說很噁心 用嘴子餵他兒子 他爸爸說 你說什麼 很噁心啊 然後爸爸就走了 然後覺得整個感覺很心酸 他說只有三歲而已 不願意 我們摘爛了些東西 拋給兒子那些 喂 我記得這個環節 我嬰兒子的時候有的 你們有沒有 我都覺得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那時候我記得很噁心 很噁心 不想吞 那些老母 我老母有做過這些事情 我以前不明白 覺得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但為什麼會懂得很噁心 我都不明白 人大了 如果從小到大教你 電視有沒有圈染 為什麼這些叫噁心 為什麼自己會懂得很噁心 對呀 我很奇怪 為什麼有那個心 難道我 覺察了 人不應該是這樣的 還是他咬完之後 有股臭味 我記得好像是有點臭 可能是這樣的 對呀 我懂得什麼叫噁心 不肯 很噁心 不吃 然後就開始不是這樣 自己咬 但是很慘 那些小孩子自己咬 會噁心 我已經噁心了 我記得 差點死鬼了 那麼 那麼 蔡少芬是這樣 給兒子嫌棄的 其實現在看回 老母對你的小朋友 那一刻 其實都是無愛 現在的小孩子 那些叫做漢山是山 最後漢山不是山 但最後都是漢山還是山 這是人的境界 最初覺得噁心 後來覺得那些是無愛 但你再長大的想 真的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看山還是山 對呀 但沒有的 這是人的經歷 經歷的過程 不錯呀 那些小朋友 有無愛才會這樣 等下孤兒聽到 又說 我也想我老母 咬爛些東西給我吞 唉 不知道 是呀 很難說的 老母和你都是什麼 有仇的 又愛又恨 接著說到袁偉豪 他的性格 你怎麼做 你不是有幾分知識 如果讓你做那些普通的甘草演員 簡直是 沒辦法生存下去 分分鐘抑鬱症 鬱鬼死都未頂 他承認自己性格比較敏感 容易對號入座 被前輩一句無心之失 搞到哭 回家 你真是抑鬱症 真的 他對呀 他自己說自己抑鬱 最介意負面新聞影響形象 他說會失去我的機會 現在不怕 機什麼會 不用做 我經常覺得 別人說他吃軟飯 我覺得吃軟飯是沒問題的 這個世界很多人吃軟飯 你要不要看別人怎麼看 你覺得而已 我經常覺得 你覺得這三個字是佛計 就是緣起聖空 那件事客觀存在 你主觀感受 有人覺得水很解渴 有人覺得水沒有味 有人說不喝 我喜歡喝可樂 有些人喜歡喝啤酒 他水是客觀存在 你本身需要他 你怎麼看 沒有 有些人 他有福氣 他有福氣 他有 老婆有錢 老婆也挺漂亮 沒有佛緣的人 都不是有太大的福氣 因為那些現世福是會燒了 你不明白世界的實相 是深不定的 他拿不到那種平安 即是基督教裏面所說的平安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他經常在想左想右 然後屈到病 有錢都不開心 其實袁偉豪經常跟網民罵戰 又多次炮轟傳媒 別人說他情商低 EQ低 是的 是的 那個人容易波動 感覺上 看到他這個性格 他說 他認為 這個也是他覺得 在他的世界 這個行業不是這樣的 他說我80年代出生 他說我看著八九十年代娛樂圈長大 我會是認識前輩的口中得知這個圈 應該要互相扶持 一呼百應 有什麼事大家要站出來互相支持 藝人和傳媒的關係 是很友好的 喂 真是你覺得 這些是騙你的 誰是 自己騙自己 自己騙自己 我也是80年代的人 我跟他不相差很多年 我記得袁偉豪當時出來做特約 我見過你 你是不是有份做那套 什麼鬼 鄭聰基 追擊八月十五 我記得你當時也是做特約警察 我也是做特約警察 不過你後來選了港男 做了TVB男一 我只是用力捧 大家都是近年代的人 我小時候看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都會說 你聽前輩說 哪個前輩說是 找他出來說說 不要開玩笑 你沒有看娛樂新聞 Michael Jackson說 人類的社會 就是喜歡捧起個人 又弄死一個人 對 Michael Jackson說 你不夠深入 看這行 你被表面欺騙了你 所以你覺得 認為是這樣 就是這樣 張國榮也說不是這樣 有些粉絲 扔帽子 扔上來 扔到他死 你有沒有聽前輩說 郭富城被狗仔隊拍 想認識一個朋友 在酒店裡 又說被人捉黃腳雞 何首順的黃腳雞 你有沒有搞錯 70年代都有 你自己欺騙自己 說些話出來 你沒有辦法 你自己欺騙自己 你認為娛樂圈是溫室 怎麼會 是非圈 當然死了 你在麥當勞找雲吞麵 現在誰不適合 麥當勞是賣漢堡包的 你去找雲吞麵 不是啊 這裡是賣雲吞麵 前輩跟我說 前輩老點你 你覺得這行是這樣的 肯定不是這樣 誰說是這樣的 這行是怎樣的 我說完之後 有些人說貼地 你有什麼壞事 就被人講足你一輩子 你說這行是這樣的 互相一夫百姓 互相扶持 真是不想說粗口 不要不說粗口 我們是平和 那時候 我在無線 我很多事情做 多表演 接著 有個師兄 沒什麼事情做 他說 他見到我 咦又見到你 我說是呀 這陣子多公開 轉頭 拿個電話 打上藝園調背組 說為什麼 特約都這麼多事情做 我們這些簽約的藝人 不夠表演 等等 轉頭被人打背部 互相扶持 有你沒有我 做這行 說笑 大家 這麼高 這麼大 我真的覺得你在溫室長大 因為你有一個錯誤的認知 對這行 所以你覺得不開心 就是他覺得 真的 嚇死人 他是死好命 通常人家有些磨煉 才會去到某些位置 就說你目標明確 真的 好了 那 拿出來談 這些事情 他說 這次不會再回應任何關於他的新聞 他中過太多次服 他說什麼男神50歲崩壞 什麼女路半球 我都不按進去 除非我看到標題說 袁偉浩路半球 我按進去 我不相信 路半球這麼過癮 男人的事 規避之心 人皆有之 他說中過太多次服 他說這次也不會回應任何關於他的新聞 沒有回應 回應是要有這麼久的公關 沒有的 好 見醜不如藏絕 真的 是 他說過他自己的問題 我聽完之後也挺嚴重的 我說這些話 我不是想下面的人罵他 真的不是的 純粹是分析的 這個世界是肉不剁不成器的 不要怕痛才行 你怕痛怎樣 雖然他已經到達那個位置 他其實 他要的東西他有了 做一輩子的電視劇 在這個圈裡 他未必擁有他現在的東西 要你一元一元地存下來 但感覺上這樣被人看都不好看 他是迴避的 你一天真的完全不回應 完全不回應 或者回應的時候真的是 他其實有些問題 譬如他自己說 他說 72家租客 和前輩一段對話 你知道他人是有些太過敏感 可憐 找一些心理治療師看一看 他說 他說 他拿茶怎樣 排隊拿東西吃 他在咖啡機面前排隊 很有禮貌地問 問前輩 不好意思 請問這條隊是否拿咖啡 這條隊 前輩很直接回答 是呀 先排隊先吧 新人 他聽到圓外之音 圓外之音 圓外之音 他覺得別人在咖啡機 先排隊先吧 新人 蛤 他的意思是 前輩說 等下先吧 新人你有什麼機會 那時候 他很戲劇 發覺戴上一副太陽眼鏡 他流眼淚 回家的途中流眼淚 他一邊開車 眼淚一邊流出來 然後 開免提打給當時的女朋友 搞錯呀 是的 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這個世界 他沒有什麼看書 看人性的弱點 看人性的弱點 人性的弱點 當中有一個說法 那些人經常 很怕那些人怎麼看自己 在學習這個時候 他有緣聽到也是福音 那個心理學家 那本書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籍 由我十九歲開始 接觸哲學開始 那本書到現在 都是非常暢銷人性的弱點 當中裏面說 很多人 很關注自己 很怕別人怎麼看自己 他裡面的解釋就是 你看一張團體照 你第一個找那個是自己的樣子 沒有人理你做什麼 傻子 每個人都說完就算了 他是說他那一刻爽 他說完沒什麼 你就擺到那個我太大了 如果有原則去修閃 破了那個我執 你就可以了 你太過我我我我我 太過自我 是啊 這個是一個執迷來的 什麼都覺得 好像別人嘲笑他 那些 再次和前輩合作 他竟然屈了在心裡兩年 然後告訴對方 對方聽到有笑 他說是嗎 我有說過那些說話嗎 說笑而已 人家 可能根本上都不是這個意思 他真的看見你是新人 先排隊 新人 如果我好像你這樣 我就死了 我那時候在和張家輝拍的 那個保持通話 我和那個阿姐說 我說阿姐 那支槍 我做警察 那支槍 我那支槍放在腰間 很硬 很辛苦 那個阿姐發神經 在那裡爆偽論 他說 不辛苦變得世間財啊 英俊 這樣 李老闆 我叫你給我一張紙皮 我賤一賤 這麼多爹 我那一刻是這麼想的 但我不會覺得他聰明了我 但我那一刻其實 我也想 都是 都是 他不是說過一樣 是辛苦的 但不是這樣阿姐 你給我一張紙皮 你不要假裝法師 我想拿紙皮而已 我服裝不能動你 你拿扣針和我弄弄 可以嗎 那我不敢擲他 因為做演員都很低眉 很賤 我告訴你那些位置 連茶水都會擲你 如果我像袁偉豪 我死了 還不情緒病抑鬱 他承認自己太敏感 容易墮入自己的對號入座 他說我的優點 都是我的缺點 他說我的人直白 就不喜歡轉彎活角 是 雙印劍來的 凡事都 好了 又看看他的報道說什麼 他說 我會覺得整個世界都不會再有人關注我的感受 什麼 他情緒谷底的時候 認為整個世界都沒有人關注你的感受 所以說他噁汁太強 你神經病 我從來都不想這些 神經病 你自愛就可以了 用鬼理人 人家不會理你 人家都是關注自己 其實你也是 覺得人家不會關注自己 人家也是這樣想的 看多些書 人性的弱點 快點拿來看門口 否則很容易傻鬼了 人家說他老了 他樣子吃軟飯 EQ低 對標籤 都是他最介意 他最介意哪一種呢 他沒有直接回應 反而分享自己不滿的原因 他說其實最介意 自己多年的努力 被負面的新聞覆蓋 都不是 他入了TVB15年 他努力過 成績全部都沒有了 不斷滑倒的那些 全部都是軟飯王 軟飯王 軟飯王 軟飯 有首歌 軟飯 他覺得是這樣 哪裏是 真的不是 我第一次說 人家說軟飯王 我第一次都說 我覺得他是努力演戲的人 我是欣賞那些人 可以改變自己的肉體去拍戲 因為那些人是付出的 他當時扮那個警察扮到自己瘦了 病了 他不是普通 那些騙飯吃的演員 有些演員是騙飯吃的 你做什麼角色都是同一個款 他不是的 他真的試過 一個他一個 胡幸宜都是 肯將自己做到 變成不是那個款 是的 但我覺得他這陣子好像不是很多演出 唉 都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又不要搞那些事 那些事 不是我經常都說 他這個位置不行 這個位置 少了我這些朋友 很多人都想跟我聊這個 我有時候間中說一下 現在才無線 有時候打電話來 暗仔 做什麼 我回應他一句 不如你這些機會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嗎 你也是一樣的 你找個別的東西搞 那個level你過了 上什麼工作 不是遠不遠犯的問題 你看看你良偉多自在 走去搞生意 走去修閃 拍些自己喜歡拍的東西 你上無線把鬼嗎 那些工作不是你做的 你給一些機會 有些人還想賺錢 找名利 你名字你也有了 誰不認識你袁偉豪 你喜歡開部電影給自己也行 你喜歡開部電影給自己也行 是不是 追什麼 還求什麼 他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當時演戲 做過男主角 也做過 人應該要上一個層次 他還未找到 他如果聽到這篇文章 真是如淚灌頂 不是開玩笑 我都不明白 像歐陽振說 他想救他修士 說他修士複象 他後來也不回 然後也不回 你是風流功 為何看得這麼重 這是心態的問題 對 心態的問題 扯要沒有東西 我在他世界上這樣想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我 我是他 我一定不回無線 搞其他事情 也是做戲也可以 你有錢 做其他戲也可以 在網上做KOL也可以 走不出一個舒適圈 或者可能放太多時間 在這個行業上 不捨得走出來 然後走去 都不知多過癮 別人說你軟飯 我去派飯 走去北河同行找明哥 夾一下元偉豪成 這個明哥北河同行 走去派飯 到地區做親善的工作 這些形象就回來 孤天樂的形象也是這樣來的 你無線度的形象不會上到神海 除非你是神級的演技 如果神級的演技 就上了大陸 就像阿蛇一樣 喝水思元樂回來就好 不是 這個不對 我覺得現在好像 卡住了 不過始終 自己 看自己 就沒有這麼清楚 旁觀者清 當局者迷 這樣吧 先說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他 副牌真的很漂亮 雖然他的牌張很差 但有些人真的很好運 摸回來都已經 爛的 全部都一九一九一九 十三腰來的 果仔 搶牌 吃壺 不是呀 已經吃了壺 又碰不到又上不到 真是 氣死人 下次再說 拜拜